人的那麼嫩 越南移民官拿著手機 噼哩啪啦用粵語講了一堆 周先生和友人聽不懂 但越看心越慌 因為他不給我們入鏡嘛 就變成我們 變成非法入鏡 周先生心有餘悸 上個月他和友人 到東南亞克國自助旅行 30號到越南轉機準備返胎 卻疑似被刁難 他們行收會 可以這樣坐地起駕 那甚至就是 剛好有這個疫情的關係 然後就是加以借題發揮這樣 周先生出示兩份 越南移民局的何准函 他在1月6號以美金25元 申請落地簽且成功入鏡 但在30號卻被拒絕 越南移民官還要求他 另外支付160元美元 還說這是越南的規定 周先生認為太貴 立刻被嗆 只有15分鐘考慮 否則不能入鏡 周先生拒絕 卻被帶到小房間 隔離監控兩日 還得自付房費 他控訴移民官疑似所惠 就是讓我們很緊張 你要趕不上飛機的時候 你趕快拿錢給我 讓我跟他講說 我把我昨天的錢 都已經給昨天的移民官 他說那是昨天的事 昨天的人不一樣 隔離房只有一個櫃子 堅陋的窄床 限制自由如同監牢 他質疑 越南移民官是利用疫情 扣留旅客 再和航空公司聯手 強迫額外給錢 外交部表示 越南認定周先生是違法入境 才會加收美金160元的罰款 但因為周先生說 有完成落地簽的申請 相關細節還在釐清 沒有辦法回應 但對周先生來說 這次入境越南疑似被鎖匯 外交囚禁48個小時 讓他失去信心 恐怕不會再踏進越南一步 這次入境的警察台中 採訪報導